全國投資朋友 哈囉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經過這個雙十連假 我相信在上週的國際面的財經新聞 尤其在中美貿易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已經有 陸續接到很多的一個新資訊 那我們就不多談 那原則上這個貿易的 比較有好轉的情況之下 當然市場的投資信心啊 樂觀度自然會提升 雖然在這個地方 當然還是有不少的變數啦 因為我們都到中美貿易過去一年多 總是忽好忽壞 我們也不用太在意 不過順著目前市場的趨勢 今天走一個價量起揚的格局 尤其突破了這個萬一關卡 這個技術型態是蠻強勢的 直接跳空開高走高 把上週五的黑K 直接用跳空開高的方式越過 這是非常強勢的一個 多頭攻擊型態 那配合這一波新台幣的匯率走深 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目前的匯價 在我盤中觀察是創下今年的新高 樂潛湧入的一個力道是很強的 所以第一個樂潛湧入它的力買什麼 國際樂潛買買大型指標股權重股 所以說這波加權指數最強 而且我認為是由加權指數來領漲的機會 相當高 不管像是台積電 本來就已經是外資鎖定的 權重第二高的鴻海 這一類的電子啊 甚至台碩市保 我覺得是國際樂潛會鎖定的標的 因為樂潛湧入嘛 那一定要買股票 不買股票就會被趕走 所以說剛剛聊到的 這些大型指標股撐盤的力道 我覺得它還是存在 當然萬一這個關卡喔 這麼講好了 很多人說這個萬一魔咒 從歷史經驗來看真的是如此 但是從操作面上來說 我覺得不綠色立場 我會以這樣的方式解讀 所以說既然加權指數 已經有這種率先的一個衝高表態 其實這一波比較落後的 其實是在OTC 其實前波高還沒過 那當然OTC 我覺得它比較能夠代表的是 一個內資的市場 因為內資對於萬一的魔咒的 心理壓力還是有 不過我覺得只要加權指數 能夠站穩萬一再攻高的話 OTC一定會跟上來 所以說在這一波 還是以一個多頭主導的盤面為主 舉例來說其實憑蓋股 很多營收不錯的 我覺得它就會有補償力道 類似像我們之前有談到的 4915的置身 置身是89月營收 連續兩個月寫下新高 那目前的型態甚至以 位階來講還不算高 真的不算高 你看華通 藥華 甚至郁金光 一些瓶蓋股 很多都已經大漲一波了 置身還沒有漲到 類似像這種營收不錯的瓶蓋股 甚至是未來有轉機性的 類似像機殼的可乘 你看最近的股價 都有買盤陸續墊高上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台灣股市本身的結構 甚至產業題材來說 第四季還會走一個叫選舉行情 因為明年一月總統大選 選舉行情端出來的政策牛肉做多的這些產業 它絕對會是市場的一個關注重點 那目前我相信能源政策 它一定是一個聚焦的一環 這個在離岸風電的一個發展 還是會持續鎖定 你看像一些離岸風電的指標股 潤太財 今天很強勢的直接跳空漲停 而且股價這一波漲幅很驚人 因為它的一個灌漿的材料 是通過了一個認證 那另外一家公司我覺得 也有相當機會的是2208的台船 因為台船它目前在接單的部分 這個所謂的海上的這個工作船 這個台灣也只有它能住 第二個 國見國照 在國防的這個題材的部分 它也是受惠的 所以說以台船來看 今天的股價也是有所反應 目前的型態其實相對在低檔 那如果說配合著整個風電股的一個公高之下 其實台船也可以視為指標性的受惠政策 選舉概念股之一 所以從內容來講我覺得 還是有很多個股可以多加留意 當然一些類股輪動架構之下 在目前的操作 我認為還是保持著心態偏多 那原則上 這一波的行情 第四季的部分 投證還是要好好把握 那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來電 跟我們團隊做個聯繫 最後一支投證 投資順利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介之個別有價證券 如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們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 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鈴鐺 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最即時的資訊跟影片